調查加州政府雇員薪資水平 並且公布資料的公共數據庫 Transparent California 今天公布2014年度報告顯示 若是全職市府雇員年薪 平均接近10萬美元之外 其落縣範圍內60多個城市的 全職政府雇員 平均年薪達到近13萬元 而落縣民眾平均每人每年 要花費1200元 用於支付這些政府雇員的薪水 根據公共數據庫 Transparent California公布的數據顯示 除落市外落縣範圍內的其他城市 全職政府雇員的年薪 接近129192元 有超過59%的全職政府雇員 年收入過10萬 其中被革職的前 康普頓市政府經理 年收入最高超過51萬元 而在落縣多個城市 政府雇員收入排名前5名的城市 分別為西好萊塢市 聖蓋博市 聖塔莫尼卡市 唐尼市 以及英格伍德市 根據這份調查披露的數據 落縣民眾平均每人每年 要花費1200美元 用於支付全職政府雇員的薪水 而從統計數據上來看 落縣民眾的平均收入水平 要遠低於政府雇員的薪水水平